去年底,台湾艺人高凌峰被曝患上血癌,在淡出演艺圈10个月后,高凌峰接受专访,双病斑白,人销售。 加入,有10分钟,运动,是非常非常了不起。 2012年11月,高凌峰惊传卤癌住院。 讲话有气无力,偶尔露出痛苦表情,高凌峰说,从6月开始,他的体重从72掉到62,吃现在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 用一个术语来讲,叫食欲不振。 那如果我们以病情来讲的话,就是你的胃可能出了问题。 那当然也有医生判断,我是食道逆流,造成了喉咙受伤,又没有胃口。 但是千言万语,就是吃的乐趣,人生呢,吃是很大很大的乐趣。 可是我被剥夺了,也不多,一天被剥夺三次。 回顾这十个月的抗癌历程,高凌峰仍不后悔,放弃化疗的决定。 我应该比较谦虚地说,我运气好,我化疗三次失败,我没有再做。 我现在还能够在这讲话。 那么,如果要让我讲,我就说,我还好没有化疗。 我如果在化疗,我认为我的命运是很悲哀的。